欢迎来到电影视频室 19世纪非洲西部有一个国度 有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战士团队 她们的故事搬上荧幕 今天为大家点评动作剧情片 达河美女王The Woman King 以下电影画面由TriStar Pictures提供 故事开始的一场戏 一群男子在萤火旁休息 草丛中出现了一个女战士 她是来自王国达河美Duhomi的Naniska 她的背后还有一批手持砍刀的女战士 她们将营地中的男子杀了 也把被俘虏的女子放走 但是过程中也牺牲了一些战士 但是达河美在战役中的胜利品 当中包括的俘虏 被送到毗邻的欧友王国 欧友王国也把这些胜利品 拍卖给来西非找奴隶的欧洲人 并换取枪械 Naniska要国王停止这个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 一个少女Nawi 因为不肯嫁给任何来相亲的男子 而被父亲送到宫廷要送给国王 途中却被另外一个战士 导演Gina Prince-Bythewood 真实地展现给现代观众 剧中最重要的女战士角色 由影后Viola Davis饰演 演出钢腔的外表背后的隐忧 已经是演什么像什么的演员 戏中的动作镜头和内心戏 收放自如 已经是炉火纯青 是让人赞叹的演出 而戏中的其他主要女演员 也都有突出的表现 这则故事也要人知道 还有无数其他族裔的丰富历史故事 有待发掘 达河美女王 The Woman King 是今年哈雷古颁奖季节开始 要人关注的佳作 满分五分钟的四分半 观众不该错过 电影下星期在湾区各地 新人上映 请不吝点赞叹的